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开新书了,也没有定场诗了 我那个一百多篇定场诗啊,我翻了翻,能念的差不多都给您念齐了 剩下的呢,不是流行于这个汉句,就是流行于这个川句 咱们用这个普通话念出来啊,也不合哲韵 所以说呢,您要再想听,凭我的能力,只能给您翻头念了 您要觉得定场诗这种形式还行呢,您给我留言 咱们选择性的,结合着当天啊书馆说书的内容 时不时的,咱们再念上一首,那可您就别埋怨我翻头给您念重复的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 咱们聊一聊这个十全武功其一的清平大小合卓之乱 咱们在这个清平准改二的时候啊,有一个词我用的很无奈 那就是新疆,因为我心里啊,明镜似的知道那会儿还没有新疆这个名词呢 在那会儿啊,现在我们所说的新疆都分为南疆和北疆 北疆呢,就是准改二韩国控制地区 南疆呢,是被穆斯林控制地区 现在我们说呀,绝大多数的人呢,都应该是维吾尔族 这清政府呢,对穆斯林没有那么多的细化 所以说呀,他们称南疆啊,就叫做回部 称北疆呢,叫做准部 那么不用新疆这个词形容这块地方呢,用什么词呢 实际上啊,我一直拿不准主意 所以说在清平准干尔之战那段书里边啊,咱们一直就称呼它为新疆 现在呢,我终于想出一个呀,比较准确的词 我们可以称呼那个地区当年啊,叫做西域 可是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现在我们说的新疆啊,可不是古代的西域的整个地区 那有一部分呢,随着这个蒙古独立啊,就归了蒙古了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土地啊,就被俄国人占走了 那么说咱们前文书呢,也别管呢,是这个清平准干尔的哪个部 咱们讲的就是北疆,是准部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讲南疆了 那么说这个南疆,它大概是什么一个区域呢 实际上啊,这南疆啊,指的就是塔利木盆地附近 有人说那儿不是一片沙漠吗 我们小学时候啊,刚接触地理就学过 中国最大的沙漠就是塔格拉玛干沙漠 那不就是塔利木盆地吗 哎,您多知多懂,您算是说对了 可是啊,即便是环境非常恶劣 自古啊,这儿也是有人居住的 那您想啊,人类居住的离不开水源 所以说呢,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居住啊 这人类都聚集的生活在水源附近 也就是绿洲的附近 您看啊,我们学历史能够了解啊 西汉的时候,中国人呢就知道 在那个地方啊,西域啊 曾经有西域三十六国 其实这西域三十六国 就是围绕着这个塔利木盆地 这个大沙漠啊,三十六个绿洲而已 那么说这国有多大呢 哎,大概其啊,这绿洲有多大 这国也就有多大 那么随着这气候越来越恶劣 这沙漠的沙化呀 逐渐就吞没了很多的西域国家 最后呢,剩下来的 哎,也就是六七个城 过去的这些三十六国这些城邦啊 应该啊,还是这个一和而建 他们呢,还能分布在这个塔利木盒和孔雀 和河道附近的绿洲旁 可是后来不行啊,这河干了呀 所以说呀,这后来的这个西域七国 主要分布在这个北边的天山山脉的南侧 和南边的昆仑山山脉的北侧 大概呢,就是这个库车 阿克苏 乌什 喀什卡尔 英吉沙 叶尔强 和这个河田 那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呢 现在这个叶尔强啊 没有了 叫这个沙车 这河田呢,也改了名字了 那个田呢,从您不好认的那个田啊,改为了田地的田 过而啊,生活在这儿的穆斯林们 他们不会称呼自己啊,叫南疆 也不会称呼这块地方呢,叫新疆 叫西域 他们呢,给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啊 起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叫做七成之地 咱们呀,今天讲这个地区 咱们不忘远了讲 因为您从小啊 上学的时候 历史老师呢,都给您讲的是长脸 路脸的时期 什么汉唐时期 对此地区有时机控制权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 即便有时机控制权的时候啊 时间也很短 老师是不会告诉您呢 在这个地区啊,实际在很长的时间 是有其他民族在控制 并且在这块土地上 有真正的主权国家 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咱就不说了 咱们讲一个跟咱们呀 有点关系的 您就比如说西疗吧 因为我们现在认可这个疗代 契丹人建立的疗代啊 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朝代 耕结史上的一源 那既然是这样呢 我们也可以说 后来的西疗 耶律大石建立的西疗 和中华文明和华夏文明啊 是这个相成一幕 在某种意义上说呀 我们是一家人 那后来那个善打仗 善杀人的这个蒙元来了 那谁都得靠边站 西疗也就灭亡了 那么呢 咱们继续回到咱们的故事年代 咱们故事当中 这会儿乾隆皇帝 大清朝廷对这一地区是否了解呢 对这一地区的人民是否了解呢 一点也不了解 那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啊 在清征准嘎尔以前呢 生活在这儿的人民呢 是被这个准嘎尔人控制的 就因为这儿的穆斯林 附属于准嘎尔韩国 他们实际上啊 是没有权利和其他国家有外交的 所以说这大清王朝乾隆皇帝 根本就不了解 在这儿生活的维吾尔人 这个当时啊 在这个地区生活的维吾尔人呢 这个准嘎尔人给他们起了个名词 据说这个名词呢 发音呢 就是瓦剌语 这准嘎尔人呢 管他们叫做塔兰奇 您现在呀 听了这三个字啊 发音挺好听 可是在我看来呀 他挺有歧视性的 这塔兰奇的意思就是说呀 是惠中麦子的人 谁也不能给我的话踢标签 当然了 农民是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但是如果有一群人总直呼他 农民这 农民大 农民长 农民短 是不是就有歧视的意思 生活在这个清乾隆年间的穆斯林呢 大概是什么时间 到达这个七城之地 也就是现在说的南疆子呢 大概呀 是明英宗时期前后 那他叫做什么名字呢 他叫做呀 阿哈图穆 阿扎穆 您记住这个名字 一会儿咱们还会提到 这个名字呀 没有什么出奇的 不过您得记住啊 这个名字的后边啊 还有一个后缀 是什么后缀呢 那就是合卓 提到这个合卓二字挺复杂的 咱们汉语当中啊 把它翻译为合卓 也有翻译为 货家 活者 和合家的 在清代的时候啊 都在合卓后边 还有加个墓 叫做合卓墓 您记不记得啊 咱们讲湘飞的时候啊 咱们讲到湘飞的父亲 哥哥 弟弟 他们的名字里啊 就都有合卓墓 实际这和翻译有关 现在呢 我们统称了 管家就叫做合卓 那这合卓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儿啊 给您讲一遍 哎 您要能听得明白呢 那也就明白了 您听不明白 就认为他是个姓氏就完了 实际上呢 生活在这个汉族文明下的我呀 也不是实际上能弄得太懂 提起这合卓一词的由来呀 那我说说您听听啊 那话头长了 可是在想当初 那咱们得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哎 穆斯林的创教先知 穆罕默德时期 那么对这伊斯兰教啊 列为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 这穆罕默德呀 实际上他没儿子 那么说他是真没儿子吗 实际上也不是 哎 这穆罕默德呀 那个他儿子都早伤 有过仨 只不过都早末了 都没到成年呀 所以说呢 就没有后代 那有人就说 这大先知 岂不是就绝乎了 哎 也没绝到根上 人家那个民族习惯呢 不一样 这穆罕默德呀 还有一个独养女儿 于是他呢 就把自己这个女儿 嫁给了他的养子 也就是啊 这后来四大哈里发之一的阿里 从这儿啊 就能看出来了 人家这个教义呀 有这个先进的一面 什么呢 人家男女平等 好理解的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啊 这个穆罕默德女儿生的孩子 就是圣人的后义 就叫做圣义 神圣的圣 后义的义 那么这个穆罕默德的女儿 法提摩和阿里所生的孩子 以后所有的后代们 就被称作为赛伊德 那有人说 这个赛伊德 就是这个伊斯兰公认的圣义呗 哎 还真不是这样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圣义呀 是好理解的一部分 咱们现在要说说 不好理解的一部分了 还有一部分人呢 也被认为是圣义 但是啊 他们的身份不好理解 这一部分人呢 就被称作为合卓 那这合卓是什么人呢 这合卓呀 是这个阿里 哎 就是这个穆罕默德的姑爷 和其他老婆生的孩子的后义 叫做合卓 这就不好理解了 那个说这个男女平等 女儿生的孩子 也是我的后人 实际上在科学上 在基因学上 他确实是这样 可是这合卓们呢 虽然也是圣义 但是从这个人类基因学上啊 应该和这个穆罕默德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是最初的解释 到了这个马哈图木阿扎木 到新疆的时候 没有这么些说的了 这合卓啊 就是圣义 穆罕默德后人的意思 现在呀 咱们留下的这些文献 您比如说吧 这个合卓传 西域图志 西域囤文志 等等等等吧 都有这个 马哈图木阿扎木的生平 以及家族谱系 可是啊 这国外的穆斯林学者啊 经过这个研究比对啊 认为他提供的这个家族谱系啊 和人家这个穆罕默德 真正的家族谱系对不上 不但呢 这个人名对不上 这个代数也对不上 我给您做个通俗的比喻吧 截止到某年某月某日啊 别的家族啊 已经啊 生活了二十代人了 可是他们的家族只生活了八代人 那不但长寿 而且晚遇啊 那这简直就是解释不通 可是 可是来了啊 这些呀 无非是我知道的一些螃蟹故事 您啊 说我呀 知道的咋也行 看的这个贤淑多也行 说到这儿到此为止 我们必须得把它放下 您问我信不信 马哈图木阿扎木 是莫罕默德的后代 是这个圣意 我信 我为什么信呢 他原因很简单 我坐在这儿给您讲故事 因为这个大清朝廷信 乾隆皇帝信 后来的道光皇帝也信 乾隆年的时候 在这个南疆分布的两派穆斯林势力 一派是黑山派 一派是白山派 这两派的头领啊 都是合卓 这回您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呀 都是这个阿哈图木阿扎木的后代 当然那就包括咱们要说的大小合卓了 这合卓意志啊 可不光是在乾隆年间判断过 您追溯到后来啊 什么这个道光 咸丰 光绪年 都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新疆叛乱 这不叛乱的时候啊 这个大清朝廷称呼他们为圣意 这乱的时候呢 就称呼他们为逆意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 您就能分析出啊 大清朝廷是承认他们的身份的 并且这乾隆皇帝是肯定承认的 您别忘了 后来他有一个媳妇啊 那就是合卓 那他的妃子出生高贵 那他当然就乐意了 得嘞 那今天关于合卓呀 咱们得先聊到这儿 把这个大小合卓之乱前边 铺定清楚了 我看还得需要一两集 您也别着急 咱们慢慢来 讲的细致一点的 不是坏事 得嘞您走 接着咱们明天接着聊